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喜欢请点击订阅,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说句人话,王力宏的情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还是双胞胎,他能不沦陷吗? 王力宏的情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还是双胞胎,他能不沦陷吗? 就想问一下大家,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名次是怎么区分的。 不要让书本代替你的大脑,这不比快乐牌刀片好用? 不用解释了,进去待几天吧,里面个个儿是。 不是我吹,谁说出来四个以上我叫他靓仔,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始终是我心中风度翩翩的猪肉王子,老君山,建议多带点钱在景区住民宿。 大海海没见过,但是我看过无底深渊。 举报别人不成功,别人举报自己,每次都扣。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一人一句孙悟空的台词。 帮他按电源键,他送你个衣食房子。 猛的一看,觉得你很牛逼,仔细看还不如猛的一看。 五万现金,买四万现金,你个笨蛋。 一只舔狗,一只蛤蟆,想吃天鹅肉。 无价之宝,这种宝贝没人买得起,自己留着做传家宝吧。 乌龟最少也是往前走的,抓到一个老实人。 做数学先学会看题,比一比不就是比大小吗? 原一量餐不应该是绿色的吗? 怪不得去深圳的那儿都混起来了。 省份,扒尔多,是灭绝师太。 送货取道在公厕吧,最近都想换男朋友了。 这他妈绝对是鸭蛋,还是闲鸭蛋。 别看小庄的东西累死你都用不完。 能挣多少啊,挺好奇的,也想去干。 告诉春丽厨师,肘子少放盐。 你让人家自己买呀,你买的也不合人家胃口。 这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珍惜有钱人。 人类,嘿,老子就好这口,不辣我还吃不下。 把手里的房子全卖了。 太密闭的空间也让人恐惧。 属下他裤子上面有多少个黑格子。 别人希望你过得好,而不是过得比我好。 我儿,王腾有大地之姿。 看这衣着品味就不是我蓝子哥。 按个假电梯,朋友来了多有面, 他们想坐就说楼上还没装修好。 有没有一种可能琵琶说的是一种乐器? 黑白无常白天出来了? 其实哪边铺通气就是测睡, 不通气的朝上一会儿就通了。 我教你,首先第一步先张嘴,第二步喊妈。 你一个实习的点钞员上班时间不好好点钞还玩手机, 扣500警告一次。 司马光砸了钢,所有事都有司马光承担。 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高,谁还借钱? 你故意找茬是不是,就问你吃不吃吧? 听说你是学霸,来试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王力宏出轨的女星身材长这样, 难怪她会犯错了。 这几天,王力宏在花田里犯下的错被曝光, 出轨、嫖娼、冷暴力。 又一个优质偶像她防了, 大家吃瓜吃得不亦乐乎。 卷入此次离婚风波的还有一位当事人, BY2组合里的妹妹孙宇优弥。 虽然孙宇坚决否认介入王力宏的婚姻, 但王力宏的前妻李亮蕾却掌握了有力的证据。 在李亮蕾爆出的实锤中, 孙宇的裸照头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性感火辣的身材谁看了不沉沦呢? BY2这个双胞胎组合很早就在新加坡成立了, 当年因为清纯可爱的外表和甜美的歌声奏红, 90后的朋友们对他们的歌应该不陌生。 近年来BY2再度付出, 整容整得颇有萨瓦迪卡的味道, 不管是从长相还是打扮, 丝毫看不出以前青春的模样了, 热度不及往年只能靠身材吸睛, 尤其是妹妹孙宇辣到不行, 花边新闻黑料不断, 经常在网上各种秀身材。 盈盈一卧的小蛮腰, 白嫩细滑的相肩美背, 逆天的大长腿。 光看背影就让人顶不住, 细枝纤细,雄伟却很夸张。 这不科学的身材比例, 长大后改走性感路线的BY2, 29岁了还在苦练舞技。 光是练舞就练出腹肌了, 不仅对长相精益求精, 对身材要求也很高, 勤于健身,感冒也不能停。 每周至少有4天要去健身房, 一次就是2个小时, 中断不超过3天。 即使运动量这么大, 饮食控制还是很严格的, 告别了米面、油炸物、甜点, 还挑战一周断食100个小时。 有一说一, 还是看得出马甲线和穿自腹肌, 线条感和力量感还是不错的。 凭着性感的好身材, 还曾登上男人装, 玩转各式性感诱惑的造型。 也难怪有网友评价, 这谁顶得住, 这身材确实怪不得王力宏。 作为女明星, 她们的自律性还是很强的, 也很有奋斗性, 如果专心干事业, 也不至于现在被垂凉了。 孙宇的身材固然撩人, 但王力宏的前妻李亮蕾也不差。 五年生三胎的她身材是这样的, 该瘦的地方瘦, 该肉的地方肉, 性感和清纯并存。 对自己有着严格要求的她, 生孩子前是一个热爱肾上腺素的女孩, 喜欢跑步、瑜伽、跳伞。 这五年经历了三次怀孕, 身材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生完三胎六个月后, 她又减回了运动习惯, 并且持之以恒, 带孩子时也不忘锻炼, 把孩子当成锻炼工具。 隔着衣服都能够感受到, 平坦的小腹核心力量很强, 腿上的功夫也很了得。 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健身, 从小培养他们的运动习惯。 看看这水蛇腰, 鲜细无坠肉, 身材状态比少女还好。 穿起礼服充分展现了身材曲线, 和模特出身的林志玲站在一起, 也丝毫不逊色。 平时都在家带孩子的她, 即使打扮朴素低调, 也隐藏不住她的颜值。 素颜也很扛胆, 不仅颜值身材不输女明星, 气质更是出众, 优雅。 所以有这样的老婆, 为什么王力宏还要出轨呢? 再来看看, 王力宏被爆出轨, 女方为歌手组合BY2妹妹, 双方火速辟谣, 照片是批的。 12月15号, 王力宏官宣离婚的消息, 称两人因为对未来生活方式 有不同的想法和规划, 所以决定分开生活。 一时间, 王力宏离婚事件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王力宏和李亮雷 从来没传过不和的消息, 从13年结婚开始, 两人就一直很甜蜜, 还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如今8年, 一直很恩爱的婚姻突然破裂, 让很多人好奇离婚的原因。 一般要离婚就会伴随着出轨的猜测。 12月16日, 有网友爆料称王力宏离婚原因是出轨。 出轨对象是歌手组合BY2里的双胞胎妹妹孙宇, 还贴出了两人的亲密合照, 爆料人自称是孙宇的闺蜜, 称王力宏只和孙宇发生关系而不谈感情。 本来以为是因为受过伤不敢谈感情, 直到王力宏官宣离婚时, 孙宇才知道自己被当了小三。 随后,BY2工作室就发了辟谣声明, 否认孙宇与王力宏有不正当关系, 表示爆料的亲密合照是庆功宴上的大合照, 被恶意截取一小段出来造谣。 王力宏的经纪人也是很快回应了出轨传闻, 有关王力宏的私事早已发布得很明白了, 没什么说的。 有关诋毁的信息内容, 王力宏会采用法律法规对策。 虽然王力宏经纪人也是否认了出轨传闻, 但很多网友并不是很相信经纪人的说法。 在王力宏官宣离婚之前, 台媒报道王力宏已经和李亮类离婚了, 随后王力宏的经纪人出面否认, 说离婚是谣言, 结果没过多久就被打脸了。 有先前的事情发生, 这次经纪人又出来辟谣, 可信度被大打折扣了。 但BY2工作室的声明还是很有可信度的, 盖了公章, 还正面回应了所谓证据的配图来源。 事实真假难辩, 大家还是相信当事人的回应理性吃瓜吧。 要收费里面的时间即将好取得更好。 money 。